伊比利亚诸国 由同化而统一 正如我们在第九章里看到的 当基督教的再征服运动于13世纪的下半叶告一段落之时 伊比利亚半岛上共有三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 卡斯提尔 阿拉贡 葡萄牙 以及南部的一个穆斯林国家 格拉纳达 卡斯提尔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其经济建立在畜牧业之上 出产优质的美丽奴羊毛 阿拉贡虽是一个农业国 又兼为陆地所包围 但由于它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地区 拥有巴塞罗那富庶的港口 以及许多地中海的岛屿 所以阿拉贡商人在地中海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葡萄牙直面大西洋 它的船队很早就开始向西方和南方探求贸易 而格拉纳达只是从前的穆斯林大国安达鲁斯残留下来的一个小国 不过它还保有着威俄堂皇的阿尔汉布拉宫 那是在建筑 美术和灌溉方面的一个奇迹式的建筑群 相对而言 葡萄牙和格拉纳达更为相似 只是分别处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支配之下 而在卡斯提尔和阿拉贡 则有犹太人 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生活 就像英格兰和法国一样 在中世纪的晚期 伊比利亚的三个基督教国家也饱受着战争的困扰 既有国内战争 又有相互之间的冲突 葡萄牙国王迪纳斯一世 为他的国家带来了繁荣 安全 以及一支海军 但是他的成就却被其后的王位争 以及对卡斯提尔的战争所败坏 而卡斯提尔则时常因贵族起义 王位继承权之争 以及同阿拉贡和葡萄牙的边境冲突而陷入分裂的状态 在安抚贵族和商人方面 阿拉贡也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 为此 国王向地方代表会议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让步 在15世纪中期 加泰罗尼亚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我们已经在上一章里看到 在这场战争中 农民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和商人 在这场内战的平息 是在历经艰辛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公元1469年 上述这些问题终于有了获得部分解决的转机 这源自一桩婚姻 那一年 卡斯提尔的伊沙贝拉 嫁给了阿拉贡的费迪南德 使他们各自的国家结合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 不过 还是为双方保留了各自的海关和法律 伊沙贝拉于公元1474年继承了王位 费迪南德则于公元1479年登基 自此以后 除去各自的地方会议 法庭以及海关得以延续之外 两个国家被同一个大有作为的中央政府所支配 并最终演变为西班牙王国 与英格兰的亨利七世和法国的路易十一相似 伊沙贝拉和费迪南德也是新式的君主 他们通过三条途径 使其王朝的实力得到了增强 第一 他们削弱了贵族的势力 任用中产阶级的律师而非贵族 组织起他们的政府机构支持城镇 反对当地的领主并重整军队 加强步兵 削弱其兵 第二 他们压制住国内教会 确保西班牙境内的大多数高级教士的职位 掌握在他们而非教皇的手中 第三 他们通过宗教热情培养民族精神 对于伊沙贝拉和费迪南德来说 基督教正统是和政治上的顺从 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的 在伊比利亚半岛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 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处境持续恶化 对于犹太人来说 公元1391年是尤为难过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里 他们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暴民 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被迫牵走 还有一些则违心地改信了基督教 穆斯林也同样受到来自基督教统治者的压迫 逐渐失去了他们独立的法庭 有的甚至还失去了阿拉伯的知识传统 雪上加霜的是 公元1492年 伊沙贝拉和费迪南德征服了格拉纳达 最终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彻底基督教化 携这次大劫的余威 两位君主给他们的穆斯林和犹太臣民 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改宗或者流放 很多人背井离乡 带走了他们的知识与才干 使这个新生的国家成为彻底的基督教世界 其他人改信基督教 有的出于真心 有的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表面上遵从基督教 暗地里延续旧有的传统信仰 阳奉阴违的策略被证实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因为既然他们是公开的基督徒 这种秘密的信仰就成为宗教裁判所的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了 这种阳奉阴违同样也让伊沙贝拉和费迪南德不安 因为他们担心 既然这些秘密的异教徒不是真正的 基督徒也就不是忠实的臣民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多名我会修道士们 成为了君主的书心良药 由于这个新国家对臣民的忠诚一律重重 搜捕伪基督教徒的教士们也就成为国家的重要同盟 截至公元1500年 西班牙已经诞生 这要归功于内庄政治婚姻 还有伊沙贝拉和费迪南德的谨慎的政策 以及在基督教问题上的紧张状态 时间将会证明 这最后一点既是这个国家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是一个危险的弱点 欧洲外围的新势力 15世纪末的新式君主们 在英格兰、法国以及西班牙 为现代欧洲的三个重要民族国家 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但他们还没有强大到三分天下的地步 在北方还有丹麦 其领土在11世纪就扩展到了英格兰的境内 在中世纪晚期 他们表现并不抢眼 然而 丹麦实际上已经成长为波罗的海附近 一股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力量 到14世纪末 丹麦的玛格丽特女王 也成为挪威和瑞典的摄政王 公元1397年 这位女王将她的国土整合为卡尔玛联盟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斯坎迪纳维亚国家 并指定她的侄孙为所有三个国家的民意国王 而她自己则掌握实权 直至去世 而且还十分的独断专行 瑞典在15世纪脱离了这个联邦 而挪威和丹麦的政治联盟 则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在东方的俄罗斯和小亚西亚地区 古老的分裂状态被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的强大国家 由于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欧洲的东部边缘 所以说这里的兴衰变化 都是植根于欧亚往来之中的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是蒙古人在13世纪的入侵 和奥斯曼土耳其在14世纪的崛起 俄国和蒙古 我们已经在第四章看到 正是索菲亚大教堂那令人敬畏的美 说服了弗拉基米尔一世 使他携全体臣民一起改宗东正教 虽然他的基辅国于12世纪亡于内战 但是他引进的新宗教却流传下来 并发扬光大 从那以后 拜占庭文明在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蒙古人那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 俄罗斯的猪公国都是可汗的兵力和收入的来源 他们在13世纪被征服成为金帐汉国的一部分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 蒙古人给予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公国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但是他们要求大量的共赴 我们在第11章里已经看到 诺夫、哥罗地、亚历山大、内夫斯基 是第一个与蒙古人合作密切的人 作为回报 他得到了大公的头衔 这种权力和威望最后被传到了莫斯科 那里的大公继续与蒙古统治者保持合作 并在这种机制里为自己牟利 莫斯科的大公成为蒙古共赴的唯一征收人 于是他们在讨好蒙古统治者的同时 也为自己积蓄着实力 有时候他们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其他俄罗斯王公的起义 这更加扩大了他们的声势 不过他们始终对东正教会保持着忠诚 在他们的领导下 莫斯科成为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中心 被称为第三个罗马 在14世纪末 这些奴仆终于还是起来造主人的反 莫斯科的王公们开始成为反蒙古斗争的领导人 公元1480年 终于由名副其实的大帝伊凡三世 彻底推翻了蒙古统治 废止了共赴 他把其他俄罗斯公国集合在自己的麾下 入侵立陶宛 他还重建了克里姆林宫 并将拜占庭的标志归至自己的名下 他还娶了一名拜占庭公主为妻 并开始自称为俄国沙皇即凯撒 伊凡三世视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后者已于公元1453年 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 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 并进而自认为是罗马的继承人 尽管在西方几乎没有人认同 莫斯科就是第三个罗马的观点 但是从伊凡三世的专制程度来看 他的确可以媲美罗马和拜占庭 那些最为独裁的统治者们 他不受任何地方议会或者国民议会的限制 他不靠任何由精明忠诚的中产阶级书记员组成的官僚机构 来支撑他的统治 他毫不犹豫地将诸如诺夫哥罗德等城邦国家中 出生的敌对势力扼杀在强保中 他不是一个新式的君主 因为他从选择的头衔就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老派的帝王 但是他为自己以及他的俄罗斯人民砸碎了达旦枷锁 并一手缔造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国家 俄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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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